他是到《诡异仙》中醉狗的角色 也是唯一一个敢把主角李火旺当饭吃的很家伙 他就是馒头 馒头是一条四足发白 满身黄毛的乡下大土狗 他原本生活在敖井教山脚下的一个城镇里 但有一天 身穿红衣的李火旺来到镇子中 他四周的人开始毫无征兆地开裂自然 最终整个镇子几万人口灰飞烟灭 只剩下一人一狗逃了出去 这就是馒头的过去 四年之后 李火旺再次来到敖井教的山脚下 但此时他已经失去了过往的全部记忆 偏执地认为自己是穿越者 李火旺觉得自己是来自现代世界的高中生 并试图向周围人证明现代世界的存在 然而在其他人眼中 李火旺却是一名发疯了的星宿 而现代世界也只是他心中一个美好的幻想 不久之后 李火旺杀死了自己的道爷师父丹阳子 然而丹阳子并没有彻底消失 而是寄居在李火旺的身体内 成为了一名半仙 之后李火旺在安慈安静心失态的指引下 决定前往熬井教寻找消灭丹阳子的方法 并在路上遇到了已经成为流浪狗的馒头 馒头并不知道眼前的李火旺是仇敌 他只觉得这个人比较熟 而且李火旺的包裹内带着大量食物 这对饿死了四年的馒头来说 简直就是赢狗犯罪 于是馒头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 摇着尾巴想要掏口饭吃 不过李火旺的回应却非常离谱 他直接掏出大千路 差点就要了这条狗东西的小命 其实这也不能怪李火旺 毕竟这一路上他已经遇到了太多危险 谁也不能确定这条狗是不是斜碎伪装 而且心素本身就容易陷入迷惘和幻想 果不其然 李火旺很快便又陷入了现代世界的幻想当中 于是馒头把握好机会 偷走了李火旺掉落在地的食物 这天晚上具体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 当李火旺再次醒来时 他看到自己正抱着馒头在河中喜悦殃育 而这条狗也正轻易地舔着李火旺的下巴 从这天开始 馒头便成为了李火旺身边最忠实的守护者 虽然大家都说白铃鸟比馒头更像李火旺的狗 但有些事情确实只能交给馒头去做 刚刚获得馒头时 李火旺还在怀疑这条狗的用途 但随后李火旺便发现了馒头最大的作用 那就是试毒 盗鬼世界中人心复杂 虽然李火旺拥有大千鹿这种神功 但如果饭菜里被人吓了毒 那李火旺也只有等死的份 于是每次在陌生地方吃饭前 李火旺都会先加一筷子菜喂给馒头 等看到馒头没事时才会招呼大家一起吃饭 而且更觉得是李火旺在吃饭时果然被人下了蒙汗药 当看到馒头摇摇晃晃准备晕倒时 李火旺当即举起刀 掏出胃来划开一个大口 把刚咽下的东西全都倒了出来 而且他生怕这蒙汗药还有残留 迅速把自己的胃伸进一旁的酒坛子里洗了洗 这就是李火旺的硬核洗胃法 既然李火旺都如此离谱 那么作为李火旺身边的储物 馒头自然也有一些异于长狗之处 比如他非常喜欢吃李火旺的肉 馒头第一次吃李火旺时 是因为李火旺在凹井窖的帮助下 通过自焚的方法施展了苍枪登街 自焚不久后 李火旺身上的伤疤开始自行脱落 当馒头吃到这些死皮时 一股巴西烤肉的风味令他如痴如醉 从这时开始 馒头便喜欢上了吃李火旺的肉 无论是烧焦的皮 还是断指或者大腿全都来整个剧 而李火旺这个主人也非常尽责 每次有了心伤口 他也总是想着把肉带回家给馒头吃 这就是李火旺与馒头间的温馨竹宠情 而在小说的最后 馒头意外和李穗融合在了一起 变成了一个恐怖的直立出手狗 但这对李火旺来说没什么 两个孩子融合在了一起 这不就是亲上加亲吗